我已經在蘋果裡面發光了 我要提的專案是 不是叫阿通話 終於排擠耶 我叫理查 Huckbag上我是Richard Irc我是莫安理道 那我小時候其實想要當城市設計師 那長大之後就 考試的時候我比較手滑 變成城市規劃師了 所以我專業其實是城市規劃師 那事實上呢 現在的這個都市計畫的權力關係下面呢 一個都市計畫是跟很多共同角色相關的 那包含 包含這個政府的部分 也包含專業者 那就是我們這個顧問公司 蘇珊顧問公司 那還有在地的居民 那其實各個角色都有不同的考量 那事實上在這個都市教的市場 會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例如說 例如說顧問公司像政府提出 我們最佳方案是有三個人 方案一二三給你選這樣 那政府就會說 基於這個市場參選的政見呢 我們建議你提出第四個方案 那你就會發現這個 這個其實是大家目的不同的時候 會無法對話的一個情況 那對於 對於居民跟政府之間的關係呢 其實它是單向的 就是澄清出的方式去做表達 譬如說我這房子很重要啊 你不要拆我家這樣 但政府 通常的回覆就是一大堆理由 然後說 欸不好意思我還是要拆你家 那居民跟專業者的關係呢 通常都是透過這個法定 或是 呃 政府標案的合約書 去規定說 我們要辦幾場說明會 那居民會情勢是怎麼樣 但其實這也是一個 這方面的溝通 其實是很難要 很難這樣去有效的溝通 然後去跟政府做一個很好的對話 那 那事實上我們辦過幾次說明會之後呢 發現難以溝通的原因 第一個在於 資訊的落差 那因為我們專業者去看 通常是整個社會背景 呃 經濟面去看 例如說人口啊 強烈成長這種方向 但居民就是 在意說他們在在地的狀況 社區的 呃 社區的價值會不會被破壞 那所以在任職上也只有落差 再加上通常 大家會覺得政府派來的不滿性 所以 我們一入場就是 差不多要被趕走的那種狀況 所以 所以我這個專案 呃 我想提這個專案的原因就是在於 我們希望 我希望是去減低這個資訊落差不斷 就是讓 呃 居民也可以有效的去 連結上 例如說人口背景 設計背景的一些知識 或者是 專業的認知這樣子 所以 那初步呢 我提出了 五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 讓 讓都市計畫更好轉 那事實上 現在的都市計畫 呃 我這邊有一個 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的網站 那事實上 想要去查都市計畫 我必須去先點出我的柱子 然後去查到一本 很複雜的計畫書 整個都是字 然後一張計畫圖 那都是一大堆顏色的 其實 非專業的人很難去讀懂它 那 目標呢 就是 希望讓這個都市計畫書 可以形成一個好讀的 好讀的 呃 格式 例如說可能是 DeepBook的方式 那有一個 那這個有計畫書的內容 那旁邊呢 就是一個 就是所謂的 資訊透明的方式 因為 事實上這些資訊都是我們在做 都市計畫會去 收集跟分析的資料 那如果可以用 諮詢間接的方式 讓 大家在看計畫書的時候 同事也能接觸到這些資料 事實上對 呃 諮詢的溝通是比較好的 那都是計畫圖的部分 呃 目前還沒有一個好的想法 所以 好 所以 那我們要徵求 腦力 因為我現在只有一個人 所以 希望大家 就一起來討論這樣 那什麼技術呢 所以 在真正的建立起這個架構之後 我們才會開工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